重凉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27章 求车夜送邓小平 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事有够意气 出面找当年红四方面军老夏吉 现今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希莲 又通过军区政委韦国卿去找华国锋纪登奎 最后由华、纪、陈三人请示毛主席 批准邓小平来广州治病休息 在全国上下紧锣密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中 许事有能办成此事 无疑是一搏云天之举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反对不了 阻挡不住 秀才遇上兵 有理讲不清 连重病在床的毛统帅都不能不对 许事有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有所容忍 邓小平到广州后入驻军区大院深处小招待所 中央警卫局随行监护小组奉命做了万全准备 一是邓小平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期间 不得与外界有任何接触 二是严防邓小平被劫持到港澳海外 如发生第二种情况 警卫人员有权对监护对象实施现场处置 一星期过去 许事有没有探望邓小平 似乎态度颇为冷淡 有内线把许事有冷带邓小平的信息 汇报给北京的江青毛远新 邓小平却急于见到许和尚 想听听许和尚这位少林武僧出身的上将 对当前党内局势的看法 邓小平和许事有在解放战争初期 有过一段时间不长的上下级关系 那是1947年6月 刘伯承邓小平率20万禁忌鲁狱野战军 从华北战场千里越近大别山 与陈毅肃玉的华东野战军会合 成立中原军区 刘伯承任司令员 陈毅肃玉任副司令员 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 那时许事有是战功赫赫的 山东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为中原军区七大主力之一 此后许事有一直是邓小平 为自己的老首长老上级 1948年底淮海战役后 中原军区一分为二 刘伯承邓小平率员禁忌鲁狱人马 组成第二野战军 攻克上海南京速长江而上 进军大西南 陈毅肃玉率员华东人马 组成第三野战军 解放东南沿海诸省 许事有部留在三野 清脚山东 江苏 安徽三省境内国军残部 许事有打心眼里佩服的 仍是百万军中举重若轻 气定神贤 神机妙算的矮个子邓政委 一天黄昏 中央警卫局监护小组正要开饭 互见许司令员和韦政委进了小楼 许司令员对大家说 你们到了一星期 我和政委下部队来不及招呼各位 今天是我老许生日 家里有个便宴 请各位赏脸 监护小组共是八条汉子 对许司令员这突然的宴请 毫无思想准备 一方面感到许司令员这位大人物 看得起他们 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有所警惕 监护小组组长向许司令员立正 敬礼 报告司令员 谢谢邀请 警卫局有纪律 在执行任务期间 我们不得接受任何宴请 许司有顿时张红脸堂 瞪起爆狗子一般凶狠的眼睛 仿佛从牙缝里挤出来刺耳的声音 嗯 我老许请人喝酒 还从来没有人不赏脸 韦国卿政委怕司令员发脾气 忙从旁解释 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 各位不要误会我们司令员一番盛情了 我们许司令很少请陌生同志喝酒的了 今天许司令是看在中央 看在汪东兴局长的面上 来请各位的了 监护小组组长也不愿把事情闹僵 而请示为政委 我们赴宴那一位咋办 韦国卿笑呵呵 邓小平 当然是一起去了 不然你们也不放心了 小组长说 行 容我挂个电话 报告一下中南海警卫局值班室 许室友又抱掩袁邓 威风八面 我和韦政委 两个政治局委员 这么一件小事 还代表不了中央 邓小平和你们一起去 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 重在教育挽救 监护小组身处军区大院之内 重重重兵之中 只好从命 一行人来到许室友司令员所住的将军楼里 连邓小平也不知道许和尚今晚上唱的哪出戏 许家宽大的厅堂里只摆了两席 大鱼大肉 各色菜肴 酒水早已上棋 一席做了许司令 为政委 邓小平 及军区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另一席则做了监护小组的八条汉子 宴席上许司令员换了个人似的 全没了平日的虎威 而笑嘻嘻的来给监护小组的汉子们敬酒 来来来 俺和你们一样 都是他娘的秋八 席中五大小 秋八敬秋八 各位不要怕喝醉误事 俺手里这瓶陈年茅台 你们就是想醉 俺也只给一杯 都说许司令打仗勇猛 喝酒海量 全军第一 果然几杯浓厚香醇的茅台沉酿喝下 他面不改色 监护小组的汉子们竭力保持头脑清醒 冷眼观看邓小平的动静 席间无人向邓小平敬酒 邓小平一人甘坐 人不踩他 他也不踩人 神情沮丧 失落得很 随后八条汉子渐入佳境 忘乎所以 胡吃海喝开来 反正是在许司令员府上 两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座 还怕有人把邓小平劫持走了不成 不多一会儿功夫 八条汉子便一个个像喝了蒙汉药似的 醉眼迷蒙 嘴角流口水 东倒西歪也 小组组长神志最坚定 也感到自己双腿软塌塌 浑身向被人抽去筋骨 竭力挣扎 竟不能站立 只感到眼前人影晃动 似乎散了席 顷刻间人都不见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们八条功夫上成 拳脚了得的好汉 就一无所知了 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已提前退席 剩下许室友 韦国卿邓小平三人清醒着 许室友拉起邓小平的手 什么话也不说 就朝后院走去 出了后院门 竟是一辆囚车和一前一后两辆军区执法处的警车 邓小平心里大之一惊 脸上却仍保持着平静 冷冷的问 徐室友为国卿同志你们奉谁的命令 用这种方式逮捕我 徐室友不由分说的把邓小平塞进囚车里 自己也凑近半个身子 喷出一嘴的酒臭 在邓小平耳边说 老政委 对不起 叫你受委屈 现在送你去丛化温泉疗养院 叶帅已在那里等你 邓小平心里一亮 脸上苦笑 坐这种车子 徐室友说 掩人耳目呀 你以为我这军区大院里就没有人家的眼线 一路上也可以免受盘查 邓小平说了声费心 又问那八个护卫怎么办 徐室友心里暗自恼火 都讲邓小平沉默如今 这会儿却这么啰嗦 放心 我把他们摆平了 送他们回去睡觉 八小时之内不会醒来 你见到叶帅后 抓紧时间谈事情 八小时之内要送你回来 许室友这个粗人 昔日战场上的拼命和尚 还真叫智多谋族 神出鬼没 一前一后 两辆闪着红黄蓝三色警灯的军区警车 押送着军区囚车 驶出军区大院 大院内一路三重港哨 都以为军区司政后机关内部 又出了反党反毛主席的邓小平死党 被捕获 广州军区军事法庭监狱 远在市区东北方向一百多公里的九连山中 另说从化温泉 位于九连山北路 从化陷境一片人际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 有灼热山泉从一言时间奔突而出 形成碧绿小湖 水温高达八十几度 自古以来附近山民称之为热窖温潭 杀猪宰牛不用在家中烧水 只需抬至汤潭 进入水中片刻 即可退进皮毛 更常有山女以猪篮装了鸡子鸭蛋 进入水中 数分钟即被煮熟 汤潭热流 常年不息 并尿在流出山时间二三十米处 给予另一股冷泉汇流 水温骤降至三十几度 适合人畜洗浴 因知山谷中中年热气蒸晕 林木低脆 花开四季 冬春不分 又因泉水富含硫磺等多种矿物成分 山中男女 鲜有皮肤疾病 各个体格强健 有以女子肤色白嫩 轻力可人 真个是天然温泉别有洞天 陶铸在一班子土红军土八路出身的领导人物中 算个知识分子 主政广东省和中南局期间 以各种名目修建了不少别墅 山庄 宾馆 疗养院 最著名的如珠岛宾馆 白云山庄 蓝浦 赵庆别墅 从化温泉疗养院等 从化温泉疗养院最初修建于五十年代 开通广州至从化专属公路 温泉附近山民外迁 将四周几座风景如画的峡谷山林 以铁丝网圈围 宣布为军事禁区 由广州军区独立师 派驻一个连队警卫 接下来大兴土木 住下二十几栋中西合璧的楼堂管所 影院 邮政所 储蓄所 百货商店 饭店 一应俱全 俨然世外桃源 蓬来先山了 桃住此举 原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换上顽固性疲选 久治不遇 经得州总理批准拨款兴建 准备接驾 疗养圣体的呢 后来毛泽东听过汇报 也感谢桃住同志一片盛情 但几次赴广州召开会议 就是不肯光顾从化温泉 伟大领袖是十分警惕的 住到那样偏僻的山区温泉去 前不扒村 后不着电 像当年蒋委员长在距西安几十公里远的离山温泉 被张学良杨虎城手下的人马抓获 闹出个现代版的西安事变来 怎么办 毛泽东一距从化温泉 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邓小平 叶剑英 叶荣臻等中央首长 甚至包括毛夫人江青同志 却都不怕什么被软禁在温泉山中 而乐于接受广东省委和中南局第一书记 陶柱同志的盛情款待 先后入住过从化温泉 喜欲疗养 为革命保重身体健康 由以朱德总司令和叶精英元帅 对从化温泉情有独钟 北京冬天苦寒而漫长 从化温泉倒是他们南方避寒的好去处 1969年10月 毛泽东那位最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林副主席 以防苏修突然袭击为名 搬行北京大疏散的林副主席一号战备命令 所有和刘邓反动路线沾边的老干部及其家属 均被限令一星期内离开北京 发配外地 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 聂荣臻等就选择南下广东 从化温泉 朱老总携夫人康克清 乘专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前来接机的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 对负责人丁盛竟板着面孔传达中央纪律 他们一行人不准进入广州市区 而直接送往从化温泉 这回朱德几位老帅确实被软禁在从化温泉了 温泉别墅自文化大革命后就少人入住 冬天无暖气 长蛇不时爬进院内 副食品供应短缺 服务人员也都染上造反派脾气 对这批革命老人冷心冷面 不再提供优质服务 好在朱德夫人康克清红小鬼出身 干南山区长大 不怕蛇竟发动刘帅 孽帅几家年轻人 以及警卫人员一起动手 展开打蛇运动 见蛇就打 毫不容情 半个月后 硬是把多余青蛙的蛇们打出了别墅区 接着康克清老大姐又率领大家上山挖冬笋 春笋 采蘑菇 香春 家家吃上野味 以弥补复食供应不足 康大姐总是勉励大家说 不要怨天尤人了 我们至少每天还能吃上两顿米饭 比江西苏区时期战争年月的生活 好上十倍都不止了 朱德夫妇被软禁在从化温泉达一年之久 直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和接班人林彪为设立国家主席仪式斗法 毛面临离系军人集团的巨大威胁之时 急需得到老帅老将军老同志们的支持 朱德等人才获准返回北京居住 1971年春天 朱德夫妇回到阔别一年半之久的北京 坚决挽泄入驻中南海原公院 而选择到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安家 直至去世 叶剑英元帅这次以养病为名 难行至广东 不进广州城 而尽量不惊动他人的到了从化温泉疗养院 住的正是当年软禁过朱德总司令夫妇的那座别墅 这天深夜 邓小平乘求车不分东西南北被送来时 叶剑英已在门厅里守候多时了 两人紧紧相握 彼此眼睛泛红 半天说不出话 坐下后工作人员退出 方门眼上叶帅说 小平呢 许和尚也会办事 怎么弄了辆球车把你送来 邓小平哈哈一笑 正是许和尚的大智大勇 已避过三滴水和张眼镜他们的耳目 头回坐球车 里面黑蒙蒙 叶帅 这里讲话方便吗 叶剑英习惯的环顾四周 现在广州军区是许室友为国卿的地盘 别人边长莫及 我这栋别墅软禁过朱老总 这次入住之前 许和尚手下的保卫部门认真清洁过 拆走一些东西 我的警卫员码头也用仪器探测过 邓小平抓紧时间 单刀直入 那好 主席没有多少日子了 他们已经调集重兵包围北京 叶帅 徐帅 聂帅 还有先念 王振几位 你们准备怎么办 等着进秦城 叶剑英冷笑 你我带了大半辈子兵 打了大半辈子仗 要是被毛远新 王洪文几个小流氓抓了 小流氓抓获老红军 不是闹出历史笑柄 邓小平说 那就要有具体的方案 措施 可靠的执行者 叶剑英直盯住邓小平 所以有了这次特殊安排 行前 徐帅 聂帅 还有陈云 先念 王振 都说要先听你邓政伟的高见 虽然又被人家整下来了 在大家心里 你仍是志多兴 邓小平说 你我见面不易 那我先讲几句 总的形势而言 主席之后 必须有个大的转变 开创新的局面 下放江西几年 我想了又想 我们这么些年 一直搞贫穷社会主义 以一穷二白为荣 为运动而运动 运动就是一切 一切为了运动 从来无视国际民生 再这么搞下去 我新中国就真要被开除囚集了 因此主席之后 新形势 新契机 就是停止所有政治运动 停止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下大力气抓经济 搞建设 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事业转移 要给各行各业松绑 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 尽快过上社会安定 经济富裕的日子 至少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前些日子 胡耀邦同志偷偷塞给我一个条子 写了两句话 送走老人家 快快搞四话 全党上下抓 人民乐开花 说明耀邦这个同志 在最困难 最昏暗的日子里 仍看到前途 看到光明 并提出了纲领 叶金英说 一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你的那些老部下中 要帮算个好样的 1966年以来吃了那么多苦头 仍不改初衷 也有不少丰派 反右倾一起 就向江青写效忠信 揭发你的所谓罪行 胡乔木就是这样的人 邓小平伸手抹一把脸 仿佛要抹去什么不洁之物 乔木啊 文化人 入党几十年 摇摇摆摆 他揭发的那些事 都是公开的秘密吗 算不得要害 这次摆过去 下次仍可以摆回来 笔杆子总是要为人所用 叶金英不愿把话题扯远 当前党内格局 你谈谈具体看法 邓小平从茶几上烟罐里 抽出一只熊猫牌 点燃 深吸两口 全吸进肚里去了 不见一丝烟雾露出 中央领导层 拒这吸烟功力的 只有他和毛泽东 现在的中央格局 是新三国三国制 毛远新 江青 王洪文 张春桥 姚文元 陈锡连 吴德 是极左内国 华国锋 纪登奎 汪东兴 李德生 陈永贵 吴贵贤 具有一定的中间色彩 第三国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 老将帅了 毛主席躺在床上 仍当最高统帅 老人家眼下急于达成的 是极左派和中间派的联合 形成稳定多数 共同对付我们这些老右倾 老右派 老人家是绝不愿意 我们这些老同志 在他死后接掌党和国家权利的 他怕我们否定 他那个文化大革命 这可以说是他的心病 七寸 叶剑英深一步问 邓政维 你看主席的真正接班人是谁 华国锋 还是毛远新 邓小平不假思索 当然是他亲侄子了 由毛家后代接班 反了一辈子封建主义 最后仍搞这个主义 华国锋虽然也是他的后代 但终归名分不正 野种 所以只能过渡 虚晃一枪 再由毛远新接掌权力 叶剑英叹气 主席的这步棋 从1968年破天荒 提拔他红卫兵侄子 毛远新 当沈阳军区政委 即露出端倪 不知不觉的下了八年功夫了 老夫愚钝 从最近传出的一份新常委名单 才明了主席用心之深远 邓小平嘶嘶的吸着烟 我自1967年被隔离 就一切信息封杀 直到1969年10月发配江西 才偶尔听到毛远新当着沈阳军区政委 兼辽宁省委书记 那时我就怀疑主席再走一步险棋 什么林秃子接班 真正的接班人在这儿呢 不然主席那样一个长期号召大家 立党未功的领袖 怎么突然把个一天兵都没有当过的 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娃娃 红卫兵造反派 一步登天提拔成全国最大的野战区政委 过去的沈阳军区政委 一直由邓华 赖传珠 陈锡连这些上将兼任 还有好几名老红军出身的上将 只担任军区的副司令员 副政委 到了1974年 我已经恢复工作 主席搞了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陈锡连从沈阳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兼党委书记 保卫首都 保卫华北 那时我想 这是在替毛远新进京铺路 谁不知道陈锡连是毛远新的师父 太子太保 果不其然 一年后毛主席就把他侄子调进中南海 担任他和政治局的联络员 这个联络员可是了不得 成了主席在政治局的代言人 有时简直就是化身 毛远新造反派脾气 一到中央就和他江青妈妈春桥叔叔搞到一起 说动他主席爸爸把我赶下台 赶我下台 更直接的原因是清除路障 好接他主席爸爸的班 你说这个年轻人胃后大不大 叶金英说 原来你早就洞悉先机 主席明面上安排王洪文 安排华国锋 实际上的接班人是毛远新 政治权力障眼法 这一手的确高明 党内多数同志仍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焉隐极大 悉完一只又换一只 主席熟读经史 熟悉帝王之术 这里我想提醒老帅们 依我观察分析 眼下动向是华国锋 毛远新开始暗中较劲 表面上和和气气 实际上各有盘算 再加上王洪文 张春桥不服气 可能搅局 使得他们那个左派联盟 出现破绽 武侠小说称为赵门 老百姓称作软肋 叶金英心头一亮 你的意思可以利用矛盾 分化瓦解 借力打力 邓小平笑笑 叶帅高明 高明咯 叶金英双目炯炯 邓政委 讲得具体些 老人家一息尚存 双方不宜动手 谁动手 谁就是犯上作乱 全党共诛 主席一旦去世 拔先过海 各显其能 无非文武两手 两法 一是召集中央全会 双方把问题摊开 由全体中央委员来议决 二是采取断然措施 先把他们几个弄起来 隔离审查 主席不是说过 他们搞四人帮吗 就说中央执行主席 一院抓了四人帮 保卫接班人 华总理 层层传达下去 全国居民热烈拥护 大快人心 叶金英说 文武两手两法 我分别和徐帅 聂帅 陈云 先念 王振 几位试探过意见 徐 聂 李 王 同意动手 干净利落 不留后患 陈云一律大 反对 此例开不等 说此例一开 我抓你 你抓我 五胡十六国 我说陈云同志 你就考虑文的一手吧 看开中央全会 怎么个解决法 依主席的经验 没有把握的会 千万开不得 陈云说 他要先研究 那个三百人的中央委员 和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搞搞人员排队 过了两天 陈云同志 私下来找我 告诉中央全会 开不得 经过仔细排队 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 会跟主席夫人江青跑 相信江青 毛远新 华国锋 才是毛主席的嫡传接班人 江青 毛远新 再把老人家口售的 那个新中央常委名单一念 就成为主席遗嘱 全党遵从 那时我们这些老家伙 就翻不了盘了 等着连接来收拾 邓小平笑笑 陈云同志 讲党性 讲原则 这次同意动武 对他是个了不得的转变 叶金英说 他讲特事特办 只此一回 下不为例 邓小平哈哈一笑 当然下不为例 不然我们共产党这个中央 就变成民国初年的 北洋军阀政府 在中南海 走马灯式的更换总统 只是啊 请问老帅 北京城里城外 有没有我们老家伙 可以调用的部队 至少要一个团的兵力 叶金英沉重的叹气 没有 可以说一个牌都没有 主席老人家 早就防了我们一手 严密控制住 经济防卫 毛远新的师父 陈锡连 控制着北京军区 今年初又授命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至少是整个 京津地区 在他掌控之中 北京城区及近郊 则由卫戍区 司令员吴忠掌控 现在北京 由二吴当家 主席多次表扬 吴德有德 吴忠有忠 那个吴忠 简直是江青一条狗 言听计从 张春桥是军委常委 总政治部主任 在全军上下 培植耳目 总参谋部 现在由杨成武代总长 他恨吐江妖婆 会跟我们走 但人家安排下几位 副职 盯住他一举一动 所以京城内外 我们一个排的兵力 都调动不了 邓小平 阳小平阴下脸来 主席老人家 是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 没有部队 就执行不了第二方案 可否从外面 弄着小部队进去 对私人帮采取突然行动 制造继承事实 叶金英点头又摇头 也不是没有想过 那天许室友就主动提出 到了动手时候 他可派出一个特种连 用专机送进北京 执行抓几个狗男女的任务 许和尚大智大勇 但这个设想失之鲁莽 从外地调兵 目标大 动作大 走漏消息 全盘皆输 邓小平忽然眉头一抬 叶帅 方才不是谈到利用矛盾 借力打力 怎么忘记老祖宗的太极功夫了 叶金英眼睛眨了眨 是啊是啊 有个方案 风险很大 老夫一直思考之中 邓政委 你那个借力打力的太极功 是不是和老夫想到一起了 先说说 邓小平重又燃起一只熊猫牌 仿佛绕开话题 依叶帅你的观察 汪东兴这人和华国锋的关系怎样 在中央负责人中算不算一对红 叶金英顺了他的意思说 两人关系不错 工作上密切配合 上个月的五一劳动节到 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 汪还个别见了我 透出意思 代表话来联络 邓小平猛吸一口烟卷 这就对了 好戏等着开罗 叶帅 对汪化两位 你可以主动点吗 叶金英一时满腹精伦 摇摇头 老夫要先憋他们一憋 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他们两个那点小酒酒 难逃老夫法眼 哈哈 邓小平敬佩的望着叶帅 原来早有一盘棋啊 相信老帅一定会把握着火候 战机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叶金英眯缝起眼睛 时机对华汪同样紧迫 甚至更紧迫 老夫先冷后热 迫使他们下定决心再来找我 决心下定 一切好谈 邓政委 你知道为何 邓小平连连点头 佩服 叶帅 本人佩服 容我事说一二 自游泳池传出那个主席口售的新名单 华汪虽在其中 但二人顿时成了热锅里的蚂蚁 急于寻找新出路 我敢说 那个新名单 既是主席替左派们留下的传位遗嘱 全力杀手锏 又是个政治败笔 货源 把毛远新排第一 华国锋排第二 江青排第三 并说江青可以做党主席 毛远新接任军委主席 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不就泡汤了 华国锋貌似老实忠厚 其实有雄心大志 刚尝到接班人的滋味 岂会轻易放弃 这是其一 其二 江青汪东兴长期不和 结怨很深 彼此视作眼中钉 疑死我活 江青当了党主席 他汪东兴死无葬身之地 江青娘娘早就对他起了杀机 这就逼得汪东兴不反也要反了 其三 新常委名单中没有王洪文张春桥 王章原本已是中央常委 王还是副主席 现在被排除在外 岂肯善罢甘休 其次 名单中没有一名老帅 把党内军内老同志全部放在眼里 必然引起众怒 不能接受主席把位置传给他亲侄子 这种荒谬的安排 有此四条 所以我敢说老人家的这个临终前的交班遗嘱 是个大大的败笔 叶金英咳嗽 土坛 喝茶水润喉 邓政伟 你分析的透彻 四条之中 一二两条是要害 也是我们要借用的力量所在 邓小平说 华王毕竟资历浅 底气不足 所以急着要找叶帅你做主心骨 这一来 他们就只有向右转 向老同志老将帅全面靠拢 并作为依托 叶金英点点头 压低声音 老夫的设想 就是倚众汪东兴 动用中央警卫团 演一场宫殿 能不能成 就看华王二位 邓小平耳朵背 平时别的人和他交谈 必须抬高声音 放大音量 这次叶帅压低声音 他竟听清了 方案可行 需周密部署 上下左右 城里城外 每个难点细节都要考虑到 这时 小厅门被哒哒敲响 有服务人员在门外报告 首长 宵夜摆在餐室了 请用餐 叶金英朝门口方向回了一句 知道了 我自己去 说着 请邓小平起身 看看墙角的那家老师坐钟 呦 一谈两个小时 都十二点了 该甜肚皮了 邓小平跟着叶帅 拆了另一道通往内走廊的侧门 绕过庭院 进了餐室 室内没有服务员 邓小平心想 这是叶帅有意安排的 铺着洁白桌布的餐台上摆着两套餐具 一汤盆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的广式鱼片粥 及小龙同样热气腾腾的素菜饺 鲜虾饺之类 广式粥点 风味独特 两人都上了年纪 一人一碗热粥 吃的不多 没有旁人进来 餐桌上继续交谈 邓小平忽然问 叶帅 他们是否也在准备动手 北京形势 大军压境 十面埋伏 叶坚英说 你讲的对 外围形势 对我们相当不利 助手保定石家庄一线的三十八军 是块硬骨头 我们难以调动 它能保持中立 就是万幸 还有北面 东面的六十三军 六十五军 虽然是杨成五副重臂带过的部队 也早就换了军长政委 邓小平说 这次行动 最好能限定在中南海和钓鱼台两处地方 采用极网打尽方式 而不宜惊动其他 做成继承事实 以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名义下命令 勿求名正言顺 走出关键一步 全党全军 必然遗志拥护 叶金英说 我们会拟出一份名单 尽量缩小范围 一个晚上 或者说两个小时之内解决问题 小平啊 我知道你平时沉默如金 守口如瓶 让汪东兴下令抓姜妖婆 张眼镜蛇 王混混 姚文匹等人不成问题 我担心的是 他们不会同意抓毛远新 华汪对小毛有好感 主席后人下不了手 邓小平筷子一拍 一定要抓这小子 不抓他 等于没有这次行动 后患无穷 这个厉害 要向华汪讲清楚 还有老人家的那几名拼头 面首谢静怡持群直流 一并解决 叶金英说 那几个东西好办 军队里也有一批人要临时安置一下 还有要把江汪张瑶四人帮都留在北京 不能放他们回上海 特别不能跑了江妖婆 他跑了很容易在外地打着毛主席夫人旗号 另立中央 邓小平说 这个不难 行动之前先放空气 由中办发通知说某月某日要在北京开中央全会 讨论决定重要人士安排 那些家伙个个都是官迷 得到这个消息 就谁都不会离开北京了 叶金英喝完粥 磨磨嘴 邓政委 你我都想到一起了 要不是现在你又处在被打倒的境地 这次的战役 本该由你来担任总指挥 邓小平说 现在最适合的总指挥 只能是你叶帅 没得第二人选 我担心的是对方也在准备对我们实施突然袭击 很可能先与我们动手 这方面 叶帅是怎么考虑的 叶金英说 是咯 形势严峻 人家已经武装到牙齿了 随时可能张开血盆大口 把我们吞到肚里去 正说着 电话铃声响起 叶金英很警觉 不是许和尚 这时刻没有人能打进电话来 迟疑一下 拿起话筒 果然是许和尚那中气十足的粗嗓门 叶帅报告一个新情况 北京的小毛来电话 说主席讲的 要邓小平立即返回北京 不准留在广州 有病回北京治 叶帅 我已经派我的专车来接邓政委 他坐我的车子回来 一路上不会有人盘查 港少都认得我的车号 再说 再过两三个钟头 监护他的那八个草包 也都会酒醒 做完他娘的邯郸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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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